纵观全球,很多国家领导人的年纪普遍大,比如现年82岁的美国总统拜登,前不久赢得大选,胜利的俄总统普京,他的年纪为72岁,今年印度也将举行大选,现任总理莫迪寻求第三任期,他的年纪为74岁。 相比于大龄领导人,小龄领导人寥寥无几,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小龄领导人是即将担任爱尔兰总理的西蒙·哈里斯,他近年37岁,将成为爱尔兰最年轻总理。 据英国《卫报》20日报道,现任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宣布,因为个人和政治原因辞去统一党领袖职务。 随后,西蒙·哈里斯宣布竞选,由于没有其他候选人同台竞技,西蒙·哈里斯成为唯一一位候选人。 这意味着这位37岁的部长将在4月9日复活节假期后,成为爱尔兰最年轻的总理。 从履历来看,西蒙·哈里斯曾担任过卫生部长、代理司法部长,现任爱尔兰高等教育部长、研究、创新和科学部部长,几乎每个领域都有涉猎。 这是西蒙·哈里斯能成为新任总理的基础,依托丰富的经验,有利于他以后制定正确的大政方针。 爱尔兰这个国家与美俄印等国家不同,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,像美俄印等世界大国都是时代的弄潮。 他们需要跟随局势变化,做出最符合本国利益的决策。 大龄政客从政经验丰富,审视多事能力强大,能避免本国走错路。 在国际政治上,爱尔兰的参与感很低,主要是因为国家小,国土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,人口约528万人。 西蒙·哈里斯身上背负的压力较少,只需要尽自己所能专心于国内事务即可。 爱尔兰经济实力很强大,2023年GDP总量约5456.3亿美元,人均GDP突破10万美元,富裕程度位列世界前列。 爱尔兰的主要贸易伙伴,包括欧盟成员国、美国、英国等。 欧盟市场是爱尔兰最重要的出口市场,美国是爱尔兰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。 爱尔兰并不与其他国家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。 西蒙·哈里斯只需要延续之前的贸易政策处理好与欧盟、美英的关系,就能维持住发达国家的地位。 当然,值得一提的是,国际关系是在不断变化中的。 爱尔兰不太可能永远偏安逸于与世无争。 其中,爱尔兰与临近的英国有着血海深仇。 1845到1850年,当时还在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发生了大饥荒。 英国作为统治者本应该伸出援手,然而英国非但没有任何动作,还趁机落井下石趁火打劫。 据爱尔兰统计,在整个大饥荒中,至少100万爱尔兰人饿死,占当时总人口的25%。 这场大饥荒过后,爱尔兰人认清英国统治者的面目,开始寻求独立。 1921年12月6日,爱尔兰成立自由帮。 1937年,爱尔兰宣布独立。 1948年,脱离英联邦,成为永久中立国。 如果英国国力衰退到一定地步,爱尔兰是否会报仇血恨? 是否会拿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? 比如与英国治下的北爱尔兰统一,这都是潜在有可能发生的事情。 当局势面临局局变之际,年轻领导人很难扛起大旗。 这时候就需要老谋深算的老年政客完成历史大任。